南无本师释迦门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解南朝日 百千万解南朝日 我今见闻得受迟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知识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八十四页 找到五圣共房 讲到正见 讲到正面 所说正见者 人生知正观 上面所说到的正见到底是什么 我们说过世间的四种正见 有善有恶 有业有报 有去有来 有烦有胜 这四种 他说依人世间的正见来说 就是人生正确的见解 我们的行为来自于我们的观念 那么我们常常是因为 有错误的观念 而产生偏差的行为 而造作偏差的行为 然后就会得到痛苦的结果 其实是这样来的 所以叫做莫悦苦 佛法说我们的痛苦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我们的行为有悟 有错误 造作了不好的行为 就叫做恶劣 那么会产生痛苦的结果 那你为什么会造作不好的行为 因为你的观念有错 所以会有偏差的行为 所以先要有正确的人生观 观察人生的意义 人生应遵循的正道 一样单单灭火 你没有观察这个是什么火 这个是油性的火 那么你拿水就是焦 结果这个油到处走 火就更大了 所以基本上都要有正确的方法 你要得财 你要富贵 你要长寿 你都必须有正确的方法 你没有正确的方法 那么你想离苦想得乐 想得富贵 想得长寿 想减轻生病的痛苦 想减轻贫穷悲倦的痛苦 但是没有正确的观念 没有正确的方法 通常会导致更痛苦的结果 所以要遵循正道 从正确观察而成为 确信不已的定见 这样就是这样 那么辨识正见 对于修学佛法 正见是太重要 如航行的陀一样 你没有正确的观念 你怎么走也走不到目的地 你就随着风 就随着业 那佛法里面 第一个就是正见 没有正见 你再怎么努力 要不是徒劳无功 就是功亏一亏 就没有办法成就 所以很多佛教徒 努力的诵经 努力的念佛 努力的拜佛 努力的忏悔 但是总是感觉到 好像不能如自己的所愿 那么他把所有的问题 都透过同样的行为去解决 认为我只要专心念佛 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就可以得到我一切想得到的 或是我努力送金 我就可以得到我想得到的 解决我想解决的 好像你只要喝水 就可以吃一切百变 或是吃你味药 就可以吃一切百变一样 其实不是的 那么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 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学佛到底是学些什么 一定要先知道 那么我们常常讲 我们一个佛教徒 首先要知道 学佛是学些什么 第二个 就是说 我们学佛是怎么学 就是要学些什么 所以你看金刚坚 第一个菩萨先问 我已经发了菩提心了 我要学佛了 他菩提心就是要学佛 要跟佛学 因缘合住 云合降伍齐心 我接下来要怎么做 要学些什么 那么 学了之后还要问自己 我学了什么 你如果学了佛 民主学位敲法器 把木银唱颂 学位念佛拜佛 释迦牟尼佛 我是念佛拜佛成佛的吗 释迦牟尼佛是念金成佛的吗 释迦牟尼佛怎么解决他的痛苦 怎么解决别人的痛苦 难道他是回家念金 然后回向给别人 然后就解决别人的痛苦吗 没有啊 不是啊 所以你要先知道 你要学佛 你要先知道 那佛都是怎么修 那你才知道你要怎么修 那佛所修行的方法 就是我们所读的经 那你现在不照着做 你只把佛所修行的方法 从头到尾念里面 然后你就要 你就要在学佛 哪有可能 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 所以这里讲 就是一定要先知道 那么我为什么要学佛 那么学佛都学些什么 那么我学了什么 那么这三点佛像 你都要自己问自己 我为什么要学佛 你为什么不是信基督教 为什么不是信天主教 为什么不念妈祖 为什么不念上帝 你要来念佛 你要来学佛 我为什么要学佛 当然我一定有所求 我有想得到的 我想我有所希望的 既然是这样 那我要学习神 我想得到什么 我想希望什么 我想生人 我想生天 那你要怎么修 我想解脱 那你要怎么修 我想成佛 那你要怎么修 所以你要先问自己 我为什么要学佛 然后要怎么学 然后再问自己 我学了些什么 我现在学了些什么 我希望学了些什么 这个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不清不楚 不明不白 所以我常常讲 歸一三宝 歸一否 就要向佛学习 要这个 不要迷迷糊糊糊过身 那歸一法 要依法修行 不要颠颠倒倒过身 歸一身 要同行同愿 跟这个佛弟子 以身合耳 同行同愿 不要烦烦恼恼过身 你自己要知道 你要学些什么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 很多佛教典 其实没有这种观念 他所认知的学佛就是 我家里出一十五 我都有烧香 我都有供花 我都有供水果 然后每天早晚我都送金 然后闲闲 我就当然念朱念佛 这样就学佛了吗 远远不是 那你要想知道 那佛是怎么成佛的 佛是做这些成果的吗 也不是 当然这一些是增加你的信心 这个是入门款 增加你的信心 培养你的善根 但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修行 不是只是这样 这个一定要清楚 所以说这个证件太重要了 佛曾经说得证件的 特别是在家心中 极为难得 如果这样就是谁佛 这样就是证件 那就太容易了 那每个人都可以 甚至你看那些附和外道 非常多的 秦海 无圣院 庙禅 庙天 他们也这样 他们也虔诚 他们早晚也上香 他们也送金 还打坐 哪里念佛 可是正确的佛法是什么 那我今天才听到有一个居士跟我说 所以有一个人跟他讲 所以拿他的儿子的八字去看一下 然后就跟他讲 你这个儿子没有什么福报 他妈妈听到就 那怎么办 那么 我 那么 你必须 就是我会 我会送一些 我就是 我会送金回像给他 那你跟你的先生 要 要这个发愿 把你们两个人的福报 送给他 他就会有福报了 佛法哪里这样讲的 福报哪里可以送 我说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 福报不是这样可以送的 福报如果可以送 佛头很愿意送给我们 他怎么不送阿赖 佛报不能思相受受 刺慰也不行 佛是导师 你看 不说八道 那 第一个 第一个 佛陀不是看这个生成八字 来看你有没有福报 有没有福报 看你有没有舍心 看你有没有照商业的习惯 你就知道了 看你有没有心想事成 哪里可以看个八字 就说这个人没有福报 命中缺什么 然后你要怎么补 要解决问题 也不是这样解决的 你发愿我发愿 我把福报送给你 还要签字条 然后烧到天上去 然后好了 福报从这里找到那里 哪里是这样子的 但是很多人信这个 很多人信 你看以前那个日本针 日本那个针鱼教的哪一种 那一种就是这个 他是针鱼教 那是针鱼教 他是用毒气 在车站的那个叫什么 好像针鱼教的样子 那你看他们认为 这个教主的一根头发 有加持力多少钱 教主喝过的一杯茶多少钱 然后你只要喝过他的咳水 你就可以得到他的加持 哪有可能有这个东西 可是很多人信 很多人信 那密教的很多甘露 不过就是 不过就是这样 这个谁家死过的甘露 晚喝了就功力增加几遍 不过就是增长你的信心 哪有可能这样的 如果是这样 那佛同很愿意 佛同很愿意 把他吃一口 他其他的可以送给大家吃 大家都不用休息 他吃他吃过的口水 就可以在展示会 哪有可能这个样子 那这些我们都要有清楚 宗教 我常常觉得 这个世界最大的两个诈骗集团 一个就是政治 一个就是宗教 最大的诈骗集团 很多人都是为宗教首辨 为政治首辨 这个就是集体的 都是其实宗教是反迷信的 就是佛教 佛教其实是觉诊 觉悟的 他不是像一般的宗教都是迷信的 没有 你拜佛跟拜妈祖 拜上帝一样 这个就是迷信的 那你解决方法 离苦得乐的方法 跟一般的宗教一样 这个你不过就是护佛外道 佛法是很清楚的 我一道很长期 非常科学的 这是超越科学的 真的 佛法跟科学不相违背 科学还不及佛法 真的可以这么说 因为佛陀看到 现在的科学家看不到 超越 但是不违反科学的 类似的这样的定理 就是这样可以导致这样 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无 他一切讲因缘 无云原形形原始 因为这样所以这样 因为这样所以这样 很多错综复杂的因缘导致这样 科学也不过就是这么讲 验证不断的验证 天气热 土石流 为什么 从科学来讲 那以前的宗教就说 这个龙作怪 什么作怪 也就没有 他就导致什么因什么因 什么因什么因 导致你这样的 那我们的痛苦也是这样的 那这个我们必须要 就是学习佛法 如果连这种基本的因果观念都没有 我发现很多人都没有 真的 很多人都没有 有很多人修什么修 很多人 生病 然后就 怎么看他不好 倡悔也倡悔不好 他总认为倡悔就要消罪 倡悔就要消罪 不一定 要看你是怎么罪 你怎么忏 一般的人 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忏悔 一般的人不了解 忏悔的原理怎么忏 就好像有人说 那我就看医生了 我都吃药了 那病应该好 病看医生吃药会好 但不是看医生吃药就一定会好 那看你看什么医生吃什么药 你还要吃对药 你不是说我都看了医生了 都吃了药 为什么不好 病是要看要吃医生 那是没错 但不是所有的病 看了药吃了医生就 看了医生吃了药 就一定会好 不是吧 一样啊 你不是说所有的痛苦 念佛拜佛 倡悔就一定都会解决 不是 第一个 第一个 并不是所有的痛苦 只要你有倡悔就解决 你说你要看什么业 那你如果是已经订阅受报了 那你顶多只能重罪轻受 你不可能都没有啊 就好像你已经吃坏肚子了 你可能不可能都不通 只是没有后遗症 痛了一下子不会痛很久 减轻痛苦 你吃止痛痒只能减轻痛苦 不能完全都没有影响 那如果还没发售 那就可以 这还要 这个很复杂的 不是这么讲 但是我们通常都这样 有什么不如意 去点个灯 写个消灾牌位 再好一点亲自去拜餐 然后就觉得要消除一切的罪了 没有这样 还要看你怎么餐 你都不晓得你罪在哪里 你这个餐功效不大 所以这种佛法其实是 就你的因缘去解决你的问题 就是你问题的根本在哪里 然后去解决你的问题 它不但治标也治本 你必须要理解这些道理 你才有真正能够解决问题 好 那拿这里来讲 再加重 那么如果有政见 这极为难得 其实因果 因果的理论也很深 很多人都觉得他明白 有善有恶 众多得瓜 众多得豆 众多得豆 那就是因果 没有说这个是因果 有人虔诚的信仰三宝 乐善浩斯 明白佛理 看来是一位典型的良好弟子 这个我们有讲过吗 还没吗 那错了 我其实其实好像上次讲过了 88页嘛 那我们再从88页看 我来看一下第几页 我来看一下第几页 对 84页 等到第80页8月第几页 对 88页最后 好 影业满业 我讲座你会跟我讲 你奇怪 我就觉得好像讲过了 好 好 那88页 88页最后 讲到这个影业满业 我讲到这里 对 水滴水尾渐云大气 好 那 他这里讲到 这个 我们来看这个 88页最后 那就讲到89页 那 小小的善业 自己能够随时生还起薪 小善与就渐渐的成为大善 所以我们不应该忽虐轻业 不可以随喜恶业 应该要随喜善业 那这个意思说 他这里讲到业力 我们讲到政见是有善有恶 有业有报 那现在这个业报的理论 非常的复杂 就是 政见最重要的是业报的理论 你能弄清楚 那么这个报就是果报 我们一般离苦得乐 苦果跟善果 苦报 就是恶报跟善报 就会造成我们痛苦或快乐 那么人要解决的问题 不过就是免除痛苦或得快乐 可是他往往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痛苦 我为什么会幸福 所以很多人要追求幸福 用了错误的方法 要解决痛苦 用了错误的方法 就是不晓得业报的理论 那 搞事这里讲 关于业报 起点要清楚的就是 业是可以转化的 小可以转成大 同样的大也可以转成小 轻可以转成重 同样的重也可以转成轻 那么轻转成重 重转成轻 那么道理在哪里 这个我们稍微要讲一下 就是这个业 它可以转变 这个业 那么业主要是善业跟恶业 善业跟恶业 那么业都可以转化 就是会转变 它不会维持 它会转变 那么转变有两种 一种是 由小至大 或是由轻至重 一种是由大至小 或是由重到轻 就减轻 一种是由轻到重 那我们说过业果有 业报理论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业有所谓的成熟不成熟 一旦成熟就一定会受爆 一旦成熟就会受爆 不成熟 要等待成熟 它也不是等待 就是渐渐渐渐渐会成熟 那怎么样会成熟 重业就是 重业就是当下照就成熟 这个是重业 比如说五历十二 你只要照过一次 比如说杀富杀米 你只要照过一次 重业本身就成熟 你只要照到当下 它马上成熟 就 这个马上就变成定业 那么成熟受爆 这个叫做定业 它一旦成熟就变成定业 一旦成熟 那么要决定要受爆 就变成定业 它就变成定业 决定受爆 就决定受爆 成熟就决定受爆 那时候我们这个叫做定业 这个业就变成定业 那这个不成熟的就不定业 你在后面会讲 有定业不定业 那业它有一个就是 它基本上是散 战跟热都一样 那怎么样才能成熟 相续 因重心 第一个是因重心 你照做的时候 那个心 是很决定心的 叫做故作业 故意的 甚至是你已经计谋很久的 故意的 故意的 就是故作业 故意照做的业 故意必受爆 它就是 这个容易成熟 那么 第二个就是相续做 一次一次的做 累次累次 它也容易成熟 第三个就是重业 这个极重业 这个极重业 刚刚我们可以讲重业 或极重业 杀父 杀母 杀阿罗阿 破后后生 出火生血 道生起物 乌犯生明 反正这些 这些都算极重业 比较严重 那么这些容易 容易受爆 一样是杀生 杀一只蚊子 跟杀一只狗 跟杀一只像 跟杀一个人 杀人又分 杀好人 杀坏人 杀发普遗心的人 杀正出国的 杀正恶国的 杀阿尔瓦 又不一样 它有轻有重 那杀一次跟杀两次不一样 杀一次蚊子看来很轻 但是在杀这只蚊子的时候 同时有杀心 有杀业 那本来杀一只蚊子 业没有那么重 两只 三只 四只 五只 天天杀 杀一年 甚至要杀多一点 喷虾蚊剂 然后用那个捕蚊灯 反正就非常多了 杀越多只你越高兴 你越欢喜 你越得意 那个心 就是杀的心 杀当 杀之前的杀心 杀当下的杀心 杀之后的杀心 然后持续杀 这个看起来就是杀文字而语 可是 久了就变得很重要 持续做 坏意做 就是杀之后没唱的 就是心 因重心 在杀之前 我一定要他死 杀了当下 杀死他 很舒服 杀之后很得意 反正就是类似重心 就是这种决定心 就容易成为 容易成为 容易成为 重业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避免重业 他有一个就是不杀 我们不得不杀 杀的时候 带着忏悟的心 杀之后很不得意 那当然 有时候是这样 没办法 但是 你还是要请唱 这个时候 就容易让这个业 不太成熟 那善业呢 善业就会反过来 就是很小的善业 你都随喜 不是你做的 但是你看到别人做 你欢喜 恶业也一样 不是你做的 但是你看到别人做 你欢喜 一样有杀业 因为业就是生口意 这个心有造作 想造作 他就有 那照理来讲 这种印业 别人做的你随喜 这个业比较小 可是你常常随喜这个 随喜那个 那久的那个业就变重 所以业 它由小转大 由大至小 由轻转重 那累积很多 杀业 稻业 杰业 杰业 这个很多的业 就变得越来越多了 那杀业一次 两次三次 就越来越多了 看见蚊子杀 看见蟑螂杀 看见蚂蚓杀 看见蚂蚓杀 看见这个 参与杀 然后看见老鼠杀 后来看见你不喜欢的 这些洞窟你也杀 蜘蛛也杀 然后看见 后来就看见 坏人你就杀 后来看见好人你也杀 反正就变成这样 所以业 那么善业就要反过来 就要常常做 相续做 一直做 而且做的时候要欢喜 要喜欢喜心做 看见别人做 要随喜 恶业千万不要随喜 随喜你没有做 一样有 叶重心情 醉重心情 这个很重要 所以它会转变 所以因为这样我们知道 假设 就是我们我常常讲 我们会犯罪 我们会照做恶业 基本上主要来自两个 一个就是无知 你不知道 我以前也不知道 我以前喜欢钓尾 休闲活动就是钓尾 没有钓钓尾就很生气 钓到尾就很关系 可是你钓到尾 你没有钓到尾很生气 你钓到尾很痛苦 但是你不知道 你哪里管它 我们不知道 我以前小时候 我们不是像现在这样 小时候都在田里的 都抓蜻蜓 黏那个残 塑造的残 很残的是把它黏下来 然后抓蜻蜓 以前还喜欢玩什么 就是金龟子 然后屁股给它穿一条线 然后让它飞 反正多的是 可是我玩了之后 那些蜻蜓啊 金龟子啊 每一只都断脚断手的 然后后来就死掉了 那我们也没关系啊 是不是 钓鱼钓起来 没关系啊 这个也都没关系啊 还喜欢抓 还喜欢玩什么 抓蜻蜓 我很会抓蜻蜓 看蜻蜓在那里 一下子就抓到了 抓到了怎么样 把它让到水里面淹死 它还没死 那赶快又 我们以前都烧那个灶 用火烧那个灶 有那个灰 看它淹死了 已经都淹死了 再把它捞起来 放在灰里面 没有多久 那只蜻蜓又飞出来了 我就觉得很好玩 就常常玩 那现在才知道 现在你叫我不敢玩这个 为什么 造罪啊 造业 就无知嘛 我们无知而造罪非常多 那现在虽然知道了 比如说打蚊子 这蚊子我们知道不应该杀 可是有时候特殊的情况下 你就真的会杀它 但是会带着草柜 你又很累 又没有睡觉 偏偏蚊子又来咬你 你咬一口就算了嘛 那你咬一咬就飞走 又要咬一口 那你咬就算了 我都不能睡 那就忍到没办法 就一开始把他打死 我没有办法对抗这个烦恼 因为无力 我明明知道不应该 不应该骂了 可是我实在受不了 脱口而出 我就骂你了 到口夜了 无力 我没有办法克制我的烦恼 我明明知道不应该 但是我还是做了 那无知是因为我不知道这副 我不可以做 我觉得好玩我就做了 那我知道这样不好 佛法也告诉我这个是藏恋 可是我就受不了 我也没办法克制我的烦恼 我就做了 所以我们一般遭遇对这两股 因为无知 因为无力 因为无知而造罪 因为无力而造罪 好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因为学习佛法 渐渐的知道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能做 所以第一个叫做有善有恶 渐渐就分别 什么是可以做的 善业 什么是不能做的 惡业 你又渐渐清楚 那你知道不管你做了什么 他都有影响 好就有好的影响 不好就有不好的影响 多就有多的影响 少就有少的影响 所以你很清楚 你很清楚 你要有什么影响 你必须造什么怨 比如说我要富贵 我要比较赚钱容易 那你就必须要有不思的怨 你要有威德 你就要有实戒的怨 你要讲话的人喜欢听 你要有赞叹的怨 反正你看到你要从哪一方面 就很简单 你手要有力量 你要常常训练你的手 你脚要有力量 你要常常训练你的脚 你在这一部分要有力量 要有福报 要幸福 你要常常做这件善业 很简单 你在这一部分常常受痛苦 你就要常常约束这方面的二业 然后弥补 你就清楚了 有业有报 那你依你的报知道你的业 依你的业 知道你以后会受什么报 还没受报之前 赶快减轻它 那你造了这个业 还没受报 就表示你的报还没成熟 赶快一直做 善业一直做 同样的善业一直做 它容易受报 你就知道怎么做 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我们把这个弄清楚 其实我们欠什么 那么我们要怎么做 其实是很容易的 其实是不难的 所以这个是佛法 告诉我们最主要的 就这个学佛一开始 就是要理解这些 所以他这里讲 他这里讲这个业 业是会转化的 小的都会变大的 但是如果我们已经照做了怎么办 那还有另外一个 因为无理由犯罪 因为我知道不好 我也知道不对 但是我就是没办法控制我自己 我就会这样做 我们明明不知道 那个夏天冰不要吃太多 可是我热起来 我不吃冰 我就受不了 所以我就吃了 可能类似像这样 所以这种就是要训练我们的心 让我们有力量对抗烦恼 那怎么训练呢 比如说念佛 送心 然后常常让我们心在安定中 这个就是训练我们的心 努力的比如说送心念佛 拜佛 然后常常照做善业 起善心 久了久了 这个善心就有力量 那么你从诵心 拜佛念佛里面 去增长这些善业 故事 常常做 做久了你的心就有力量 你比较能够对抗烦恼 像是禅定 持戒是要预防烦恼 就是跟烦恼采取一定的距离 修定它是调伏烦恼的 智慧是断除烦恼的 其实是这样子 所以佛法基本上 恶业都是从烦恼来 痛苦都是从恶业来 那你幸福都是从善业来 所以你常常常常常的照做善业 那么尽量克制自己 那么不照做恶业 那么我们虽然尽量克制 也没有办法完全不照恶业 很难 因为恶业起心动念都是恶业 但是这种业其实不大 尤其你有政见的时候 你就算因为无力而犯 第一个你会减少因为无知而犯罪 因为你越来越有智慧 学佛越久 你越知道要怎么做 所以你就好像你读书越久 你不认识的字越少 大部分都看得懂了 那一样 所以你学佛越久 越有智慧 你因为无知而犯 而犯的罪越少 几乎以后不太会有 那么大概就剩下无力而犯罪这一部分 我知道不好 我知道骂人不对 可是这个你就是欠骂 你就没办法 你就会有这种行为一再的发生 那这个时候就是要训练自己 常常训练自己 然后常常持维 正思维 然后常常正念 那么训练自己 那么久了久了他开始有力量 你情上开始有力量 这个时候 刚开始要勉强自己 后来就任运自然 你不用 你不会特别去做不如与思维 不会 那你自然而然 你自然而然不起烦恼 你自然而然不起烦恼 起了烦恼 马上知道能够让他服下来 就开始有进入到这样的层次 这个时候你就不太担心了 因为这个时候 就算因为无力而犯罪 那个罪也很小 那个罪也很小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不对 你马上会克制 克制不了你会唱 你还会想办法完整不好 所以这种就算有也不重 也不重 也不重 所以这个意思是很重要的 大部分的人不知道 不知道这种方法 所以他都是要靠佛菩萨加持 都是靠克制 其实不是 克制只是一开始而已 一开始 那么所以这是第一点 要知道业会转变 业会转变 这个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我们过去照做太多人员 我想一想我过去单单还没学佛 照佛月不知道多少 学了佛一样照很多月 我告诉你 因为到底懂那么多 即使我到现在懂那么多道 我还是会照余 而且还是会因为无力而照余 真的 可是我们尽量慢慢慢慢 一程一程 知道我们心里哪里过 就不难 就不难想知道 为什么我对这种人还会起承认心 我对这种事还会起烦恼 那么你会发现到 确实没有 我们现在还处在一种 随夜流转的状态 但是慢慢慢慢 我们会发现到 我们越来越能做主 越来越能做主 就好像以前我不知道这样是不对的 以前就觉得好玩 好玩就是了 那大家也都这样做啊 那也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啊 就做了 后来慢慢学了佛知道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能做 但即使知道也不一定 不能做的你都不做 也不一定 那所以怎么办 所以就表示自己的善跟福德的力量比较弱 这时候就要补强这一部分 就要补强这一部分 那怎么补强 就是常常天文佛法 常常如意思维 常常持戒行善 刚开始要勉强自己 我要这样做 久了久了 有力量 以前我要费很大的时间才能平复的 现在不要 稍微想一下 就知道 哎呀 这个没有什么好计较 这个 这是他的姻缘 这个人他 这个人他自己影响 他就像我 就像以前他 这个人起这种烦恼对我 就像以前的我一样 有了烦恼他克制不了自己 他不行 我现在已经可以克制了他还不行 他还不行 我们要可怜他 一直像这样 慢慢你就不会 就是你正思维 然后觉得一烦恼来 你就知道 知道了你就要 你就知道能够降伍他 降伍不了 你会想办法 你夜相间有一天能降伍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夜就很难 很难由小转大 由轻转重 那么已经造了夜 就很容易由重转轻 由大转小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第二个 在种种的夜中 有一类特强的夜力 能引我们 感到五去中的一去暴天 莫生天上 莫多定义 莫多旁生 那么这个就是叫做隐夜 所以现在要讲隐夜满夜 前面是讲善夜恶夜 后面还有定夜不定夜 这个有所谓的隐夜满夜 这个隐就是牵引导 或是隐导 这个满就是圆满 满足 那么牵引就是 他基本上是投身六道的夜 牵引女王六道的 隐夜六道 卡里人 阿修罗 那么 恶鬼 畜生 地面 因为这种夜 将牵引你身到六道 就是牵引 就是这个牵引 他将牵引你 头生六道 头生六道 这就叫做隐夜 那另外一种夜就是 满夜 满夜就是 头生比如说 你生到地义 生到畜生生到鬼 生到阿修罗 生到人 生到天 好 比如说你生到人 那人里面 圆满不圆满 眼睛好不好看 头脑聪不聪明 家庭美不美满 父亲母亲 身体 皮肤好不好 反正这种种 圆满不圆满 好 我们等下来看 所以有一类特强的业力 能引我们 赶到五去中的一去暴停 陌生天上 或说地义 或说旁盛 这里讲五去 五去就六去是一样的 五去就是五道 那有时候讲五道 有时候讲六道 我们说过 佛法最早就是讲五道 后来独子部 把阿修罗别立出来 就变成六道 所以你会看经典 有时候讲五道 有时候讲六道 但不管五道六道 就不同的说法 系是一样的 所以五道轮回 跟六道轮回的系是一样的 就是阿修罗 是不是别立道而已 但其中又有种种类别 如磅身中 这个旁生就是畜生 那么或虎或鱼等 那一样 有差别 或有强烈而感德 一去的种抱体 这个种抱体就是身体 得运 得畜 得戒 这是什么意思 运就是五运 处就是六处 戒就是六戒 它就是神心结果 所以我们把人分析 从心理上分析 从身体上分析 从物理上分析 就是得运处戒 其实它就是得身心结果 这个叫总抱体 所以我们这个叫做夜抱身 一夜感德的总抱体 叫做夜抱身 这个身心是个总抱体 成为抹去的 这个众生叫隐悦 不管你是生天生人 生阿修有 生地域 生恶鬼 生畜生 那么隐生你到那一道的 叫做隐悦 隐悦先成熟 隐悦成熟之后 比如说你做人 你生到美国 成美国总统的儿子 那你是幸福 那还要看你的夜 那有些是前身细苦 后身痛苦 有些是前身痛苦 后身细苦 有些是一身都痛苦 有些是一身都细苦 就很难受 看夜 看不同的夜 你前面造了三夜 后面造了二夜 前面造了二夜 后面造了三夜 那有些人同时造 极大的三夜跟极大的二夜 那所以他会受极大的痛苦 跟极大的细苦 就像不然从天档掉到地义 不然从地义升到天档 世界有很多这种的 有很多这种 这个都是跟夜有关 我们看这个 我们看这个水草的水养历 水养历在还没做皇帝之前 造了很大的三夜 他的师父是智者大师 供养智者大师 而且顾此智者大师 还顾此很多 请很多高僧大德去金里面讲些 他做得很好 可是为了做皇帝 杀死他的爸爸 隋文帝两天 他老了嘛 还有床二给他 就干脆杀死 然后杀死他的兄弟姐妹 然后开始做一些恶业 就是你看 他前面造三夜 后面造恶业 到后院的时候也造了一些三夜 五折天又不一样 五折天还没做皇后之前 造了很大的恶业 可是做了皇后之后 造了很大的三夜 当然也造一些恶业 造了很大的三夜 他开始復始国教 怎样造了很大的三夜 所以他是前面造了很大的恶业 后面造了很大的三夜 隋阳定 杨广前面造了很大的三夜 做皇帝之后造了很大的恶业 为了做皇帝造了很大的恶业 你看 这一个就是他的业不太一样 你说像两五帝 两五帝就不是 前面造很大的三夜 后面还是造很大的三夜 北魏太五帝 前面造恶业 后面还是造恶业 但是他同样做威得力的 因为做皇帝才能造大善大恶 那你如果一般的人造不了什么大善大恶 傻也杀不了多少人 害也害不了多少人 影响不大 所以你越有威得力 你可能造大善大恶 那这个后来的业力 它就会大起大落 就会有这样的 好 那么 所以他讲 还有一类的业 并不能以我们感得生死的专报 却能使我们对这一报生的种种方面 得到圆满的决定 叫做满业 那么 隐业是牵引 牵引你到哪一道哪一道 满业是你在那一道里面 圆满不圆满 好 只要说举例 像你身为人 尽管万别牵插 要牵插万别 但同样是人 人是隐业所感的专报 余如六根有剧足与不剧足 相貌有庄严与不庄严 比如说有人生下来 就眼睛看不到 耳朵听不到 这也叫生 有的人生下来几年之后 眼睛看不到 好 反正有多种 六根去除不去除 圆耳鼻色生命 漂亮不漂亮 手脚好不好 有力量没有力量 相貌庄严与丑陋 容色有黑有白 目金有威光无威光 陰生有幽美或出水 有的人声音就很好听 好听到他刚刚靠那个声音就可以幸福一辈子 有的人很漂亮 刚刚看那个相貌就可以幸福一辈子 反正就是他有一厢特别的 易于常冷的 但是不一定 有些是因为这样而招来获患 又很难说 但是还要看他的福报 所以 嘹亮 音声 优美 出俗 嘹亮 医治 很多 各式各样 那么这种人各不同的差别 都是由不同的满月而改的 当然也可以说 然后还有姻缘 你是谁的儿子 父亲怎样 母亲怎样 兄弟姐妹怎样 然后这个都有关系 这个都跟业有关系 跟你的姻缘有关系 就是互相招感 你个人本来的业 还有互相的业 这个叫做 就是你个人所造的业 你跟对方共同的业 这个叫共业跟别业 你各自的业叫别业 别业里面有影业有反业 那共业又不一样 共业是我跟他共同造作的 共同成就的业 我成为你的儿子 成为你的爸爸 成为你的女儿 成为你的兄弟 就不太一样了 这个也是业 但是这个是所谓的别业跟共业的差别 因缘 两个人一起去抢劫 两个人一起去抢劫 这个一个人抢而完 抢劫完还杀那个人 然后另外一个人 不但不杀那个人 还救那个人 以后这两个人就有差别了 就同样是造那个业 抢劫的业 但是他在抢劫之后还造杀业 他在抢劫之后不造杀业 造救生的业 那就变成怎么样 这个两人同时遇到战争 我只是举例 同时遇到战争 然后都被炸弹炸死了 没有炸死炸受伤了 然后去到那里 遇到那个医生 就是他见到那个医生 结果那个医生给他解受药 死得更快 他不但死了 而且还受很多痛苦 遇到这个医生给他对的药 而且还免除了他的痛苦 把他救活 你看这个业不一样 同样造杀业 同样造抢劫的业 然后因为贫穷去干兵 然后就受伤了 然后这个被救 那个不被救 类似像这样 我们只是举例 那这个业他就有所谓的还有 这个圆满不圆满 里面还有共业不业的问题 因为他这里没有讲共业不业 他只有讲 他只有讲这个决定不决定 定业不定业 然后后面讲这个现身报 来生报 后世报 三十年 那其实还有共业别业的问题 好 我们看一下看 所以他讲 其中还有业报与现身功力掌养 功力就是功德力 就是它的作用 有差别 那他说 如人的目光望远 有一定的现步 也是人各不同 每一个人的眼睛 火爆不太一样 这是业力 像老鹰就可以看得很远 人如果能够像老鹰看得那么远 那就不一样 那猫头鹰的眼睛 往上可以看得清楚 人的眼睛往上 可以看得那么清楚 那也不太一样 当然是人的一个总业 人的业力就是这样 但是 他说 经过药物 营养 保护 训练 使达到限度中的极限 或老年而目力很好 就有在现身功力的当然 就是 虽然过去的业已经绝练 但是现在的 现在的行为 依然能够改变这个业 就好像我们这个是玉界的暴声 照理讲 我们没有天然的业 但是你经过修行 你就可以得天然 像天然一样的眼睛 你透过训练 透过修行 透过训练眼睛可以很远 透过训练 甚至可以像天然一样 因为玉界它就有玉界的果报 色界有色界的果报 人有人的果报 畜生有畜生的果报 但是这种果报 还是可以转变的 但是它有一个极限 有一个极限 第三个 业力又有决定不决定 那这个就是定业不定业 这个就是定业不定业 那我们前面讲 业有善业有恶业 丙业满业 共业别业 这里有什么 现在是定业不定业 业 业 我们把前面说好了 那基本上 前面有什么善业惡业 善业惡业 然后有允业满业 然后有共业有别业 这里有什么 这里是定业不定业 业跟不业 就是决定跟不决定 好 那来看什么是定业 我们前面讲 那么已经成熟的 就决定要受报 还没成熟的 就不决定受报 那业果有一个理论 造作的业 成熟的就一定会受报 不可能不受报 除非你不造业 要不然 但是如果不成熟 就有可能永远不受报 你永远让他不成熟 他就永远不受报 就是你通过方法 比如说 比如说我证阿罗汉 证阿罗汉以后 他已经没有下一生了 那么海北成熟的业 就不会再成熟 因为造阿罗汉 不会再造二业 那么二业必须要相训 或是有恶心 恶心相训 恶业相训 行为之虚重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一起来讲 杀人 杀人这个业 杀生的业 杀业 杀生的业还没成熟 但是你 照了阿罗汉之后 不会再杀生了 不会再杀生了 连无意中杀的都会 都避免了 何况是有意的 他不可能有意起杀生 起杀生不可能有 那无意的都能避免了 何况有意的 所以他未成熟的杀业 就不会再成熟 不会再成熟 永远不会再成熟 他有没有业 有 但是这些杀业 永远不会再成熟 因为他没有造新的 没有相续的新 没有相续的行为 所以他这个不成熟的业 永远不成熟 那这样 类似像这样 所以果报一定来自于你的业 但是业不一定会形成果报 不一定成熟 所以我们现在的努力就是 让我们的三业都能够成熟 让我们的二业都成熟 就是这样 他说其中决定不决定 又有死与报的不同 就是死定报不定 有的业要什么报是决定的 那这里有四种差别 就定不定 基本上有四种差别 就定不定 10 一般来讲是这样 一般来讲是这样 定跟不定 定月 不定月 定月就是时报具定 什么时间要受什么报 决定了 大部分的业都是不定月 他说有两种 时报 就是什么时候受什么果报 都决定了 都说时报具定 这种是定月 那不定月基本上有三种 时定报不定 这个都放在不定月里面 时定 什么时间受报决定了 但是要受什么报还没决定 报不定 那么报定时不定 受什么果报决定了 但是什么时候还不决定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时报具不定 比较轻的月都是时报具不定 时报具不定 大概分这四种 那我们来看 看医生导师怎么说 他说分作时报的不同 他说有的业要赶什么报是决定 而在什么时候受报 现生或来生是不决定的 那么这里又有分分 现世报来世报跟后世报 这个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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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基本上又分 一般我们讲现世报来世报后世报 我们常常讲现世报现世报 现世报就是马上受报 现世马上受报 来世报 来世报 下一声受报 后世报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能多声以后 两声三声 乃至于是三声以后受报 后世报 或是说一大节两大节之后 一小节两小节之后 不一定 所以报有三种 果报上有这三种 那我们来看他说现生或来生是不决定的 这个叫做不定 时定报不定 这报定时不定 这个叫做报定时不定 说什么报决定 看什么时候说报不决定 报定时不定 那么有受报的时间决定了 手感的什么果报没有决定 那么这个是时定 时间决定了 时定报不定 报不定 有手感的果报受报的时间都定了 这个是重业 重业时报俱定 三业二业都有重业 你造了大的三业 然后时报俱定 造了重大的二业也是时报俱定 这个没办法改 重业 那二业比较重的就是五密 五密罪 这个是比较重的 你只要造了 就不可能不受报 不可能不受报 顶多只有受报的时间长跟短 比如说下定义 你一定要去定义 你只要造了一定要去定义 但是去定义多久 就看你有没有唱会 看你有没有唱会 比如说提伯达多 提伯达多 然后 五密罪犯了五密罪犯了三个 他没有杀妇杀母而已 其他破后的身出佛生险杀阿罗汉 他杀了 他说的连巴射比丘 连巴射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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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劝他 好意劝他 他很生气 踢不到他都很有力量 一拳就打死了连巴射比丘 你看 三阿罗汉 破合合身 出佛生雪 五条 五间罪犯了三条 他一定要下定义 但是他最后还有唱会 最后有唱会 最后阿难苦苦哀求他 他本来也不唱会 后来很痛苦 神障都可能就是烂了 要起就是像火在烧 后来勉强要唱会 已经有唱会心了 那么多少可以除去掉 这个在地狱的时间 但是他不能免临地狱罪 而且这一生就要下地狱 十报俱定 这一生 完了就马上下地狱 而马上这一生下的是地狱 受地狱的果报 这个是十报俱定 那虽然十报俱定 受报的时间长短 还是可以改变 就是你有唱会 没有办法改变 没有办法改变 如果还没决定 我们唱会 那就可以让他们受报 所以他有一部分 是可以重罪轻松 好 所以这里 五无间罪 杀父杀母杀阿罗安 出火生血 破何何生 哪一生一定要堕落地 这一生过了 然后下一生就一定要堕落地 好 我们先下课